阿婆整口 话话说句 都给我这两块银元 你给你给我看看 这能不能换一套 换两名的钱 本来说这两块银元 都是你婆婆给你的 是嘞 我给你说 阿婆婆 其实书中里边 有十几块的 有十几块银元 阿婆不有个鬼女吗 就我给她小骨子 你看阿婆这个人 都不知道咋小呢 她给我两块 我可是她亲媳妇 她给她鬼女 全部都留住 四几块银元 给我两块 给她小骨子 都给她留完 你小骨子结婚了没有 没有啊 等着留着 她结婚的时候 当嫁长银元的 对吧 那应该是 咱小骨子妈 太个不一样 可能都这样 两年结婚 那你这 给你两块也行 一块北洋龙 一块大头 不过这个银元 我看着 总感觉有点不对 你这婆婆的银元 从哪儿来的呀 她说我俩家传的 俺爷给她的 哦 都拿着她给她 狗骨结婚嘛 俺爷给她的 哦 你爷爷给她的 你那就是 你老公的爷爷 对 那也算是家传的了 但是这两块银元 我可以负责任的 告诉你 都不对 不对 不对啥意思 就是 房品的意思 假的 我以为你说的也不对 我看你年纪轻轻 你是不是经验不足 你不会看 年纪轻轻 经验不足 我先跟你说一下 首先啊 这块北洋龙 北洋龙呢 它上面有黑色的包浆 但是整个壁面啊 字体 做工 都非常粗糙 然后龙面这一块呢 也是一样 再看鞭齿 明显的 这咋说呀 这鞭齿 这一眼假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大头 这大头 这种秀 我也没见过 并且也是做工 非常粗糙 这不对 咋看都不对 两块银元 都是假的 甚至连银子 都不是 连银子都不是 你广众也看 你都管说 不是银子吗 咱是搞这个的呀 你看 你为啥要来到 咱店里呀 对吧 咱们的专业 就是看这个 那你得有个 说服力啊 有个说服力 你说 好了 你说假都是假的 说不是这 都不是这的 你不要证明 证明咱是假的 我这看一眼假 要不然你再找 别人看看 老板 你看你 都不劳烈 嗯 太不转业了 这明明是老武将 老东西 是窄呢 你非要说是假的 又是不对 你别赶紧 开大地上 我给你说 下开 开了 你别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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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啊 你是你的水平都没有啊 我是来到地方了 不是美女 我这都说是假的了 你非得不信 我说他不是银的 听着声音 大概率啊 我觉得像铁的 我今天我要不验证一下 那我在你眼里啊 就啥都不是了 你稍等一下 这是一个吸铁石 这是一个吸铁石 你不管它大小 是吧 你看一下 看到没 让它洗住 对啊 如果是银元的话 它得是什么材质 银的 对啊 得是银的 现在银的 能用吸铁石给吸出来 就像这 这说明啥 说明啥 说明它是铁的呀 对不对 银的可以用 银的不要把它洗住 谁就用吸铁石 能吸住银呀 有点怎么洗银的 洗银室 洗银室 我第一次听说 有吸银室 这真是不是真银元 这是假的 我跟你说 这种造假呀 这在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那时候造的假 距今啊 现在确实是几十年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假的 明白吗 你说这 这个铺啊 真是啊 太不地道了 你说你要么你不给我 我好电话 说半点了 给我了完事 怪我来又是个家的 谁要多个银子 要么你白给我 那不是恶心人的吗 回去坏了 咱婆吵过你了 行行行行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说不过你了吗 我来说不过你了吗 如果您有任何人 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